指揮中心最新說明 那其中美国有两例 马来西亚 飞兵 各有一例 那缅甸有四例 英国 日本 印尼 也各各有一例 那其中有一例我们还在 做调查 在做完整的疫调 那今天死亡的这个个案 是四十多岁的女性 有慢性病史 还有 那也跟其他的确诊者 有所接触 那六月二十四号 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原因来就医 那六月三十有出现喉咙病症 那院方安排裁检 七月二号确诊 九月二十八号 不幸来 离世 所以这个个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另外 在这边也感谢我们台积电鸿海 跟此季三个企业跟民间团体 捐赠的第七批的BNT 那将近有 八十八万九千 两百万剂 八十八万 九八十八万剂 将近八十九万剂 那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抵达 桃园国际机场 那这一批疫苗的效期是到 2022年 就明年的二月二十二号 那这一批一样会在指挥中心来统筹运用 另外 还有我们第八批的采购的莫迪娜的疫苗 这一批总共有 一百一十三万多剂 那预计是在目前因为飞机已经起飞 在飞行的途中 目前依照飞行的状况 可能是在今天的深夜 或是明天的清晨会抵达台湾 目前我们莫迪娜到货的部分 总共有三百七十一万多剂 那这一批莫迪娜的效期是到明年的三月二号 另外我们针对第十一期的部分 我们在第十一期之前已经有公布 不过我们今天 会增加接种对象的部分 大家看红字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一次所公布 无论是BNT第一季跟AD第二季的部分 我们在BNT的第一季 我们在原来的部分是开放到四十七岁 我们这一次能调整到四十五岁以上 那A例的第二季的部分 是第一个是七月二十二号 以前 已接种第一季的十八岁以上的民众 另外是七月三十以前 已接种第一季的五十四岁以上的民众 那这三 BNT是调整四十五岁的部分 A例的部分是调整十八跟五十四岁的部分 所以这一个 还请各位民众一定要去务必注意 那我们一样是采取预约分流的部分 BNT的预约的时间 第一季 BNT是第一季 在预约的时间是十月十一号的上午十点 到十月十三号的中午十二点 那A例的第二季是十月十二号的上午十点 到十月十三号的中午十二点 相差了一天的时间 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 那施打的时间是十月十五号到十月二十一号 那另外有关大家关心 16377的这个接触跟扩大 匡列裁剪的部分 接触者的部分我们总共应采是三十一位 那目前我们今天采了二十九位 那阴性的是二十八位 检验中的一位 那另外有两位呢 一位是目前还在国外 另外一位是目前在监测的期间 那会在他的监测期满的同时 一起来一并采检 另外扩大匡列的部分 我们总共匡列了一百七十六位 那目前这个 採检结果 阴性的是一百一十三位 检验中的有六十三位 另外有关于这个定序的部分 那 我请罗富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6377的定序 跟这一周有关于境外的这个 移入的定序的部分 好 大家好 我先说明那个我们国际航空机师案16377 他的病毒定序 我们已经确认是Delta的变异株 在他的这个S蛋白的基因来 做一些相关的突变检测 已经证实是Delta 那先前的我们总共有三大一小的案子 就是屏东的群聚 桃园机师相关的群聚 还有新北幼儿园的群聚 另外还有一个桃园机场的清洁人员的这个确诊事件 总共四个案件的病毒基因序 我们都有跟这一次这个国际航空机师来做比较 跟这个六月到九月这四起的事件的病毒序列都不相同 所以已经可以排除说这个机师是跟先前的本土群聚有关联 那另外是这个礼拜验出来的Delta总共有11例 那也是来自于美国新加坡 哈萨克马来西亚等等 各不同的国家 那其中也包括我们 当然今天刚刚讲这个16377这位机师 他的基因序列也是Delta 那他的来源国因为他有去安克拉制直飞过 也有去新北新加坡直飞过 目前还有待厘清说究竟比较是哪一个地方来的病毒 比较有可能 不过我们在这个初步这个S蛋白的基因的病毒基因序列比对呢 是有比对出三个先前的境外入个案呢 序列是几乎是相同 那分别有两例是 这都是9月底入境的个案 有两例是菲律宾的境外移入 有一例是这个新加坡的境外移入 那我们后续还会再做这个全基因定序的比较 不过先就这四个基因序列非常相近的案子来做比对的话 他们都没有流病上的一个交集 比如说入境的时间都不相同 那另外就是甚至这个菲律宾的两岸是从高雄港这边入境的 所以跟台北新北这边也没有关系 那另外就是说他们住的防疫旅馆 也都是不同的防疫旅馆 或者是没有去住防疫旅馆 直接就到医院就医裁检就确诊 所以目前来讲这四个案子只是说基因序列非常相近 让我们会朝向就是说可能是东南亚这边来的病毒株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那当然大家比较可能会去猜测说会不会跟他直飞新加坡有关系 我们也请这个民航局以及航空公司再进一步去了解 那初步了解是说他在新加坡直飞的过程 因为是当天往返 其实这位机师并没有下飞机 但是是有当地的这个人员有上机去做一些文件交接的工作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间接或直接的接触 目前初步了解是他并没有在机上有直接去跟这个 上飞机的这个地勤人员有直接的接触 但是详细的状况 如果我们还有在这个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之后 再跟我们做回报 那我们也会看那个整个全基因定序的结果 再来厘清说究竟比较像是什么地方传染过来的一个感染源 不过目前就是刚刚我们主席有讲的 就是目前他匡列的相关人员都是采检阴性 所以并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那我们累积到现在的Delta总共国内有168例 其中43例是本土 本周没有新增 那累积已经有120例 125例的进化移入 包括今天公布新增的11例 那这11例当中 可以去看到他先前打疫苗的记录来讲 这个我口头补充 就是其实这11例 每一例都有接种过疫苗 那其中9例的话是 都有完整接种两剂的疫苗之后 也满14天 所以总共我们这个今天公布的11例Delta 有9例是属于突破性的感染 那我们国内累积的这个 境外移入的突破性感染的话呢 总共已经有118例 那我们是从7月2号累积到现在的458例 境外移入的病例当中 已经有118例是属于突破性感染 占25% 那这个比例是比我们9月那时候 跟大家说明的21% 看起来有稍微上升 显示说现在打了疫苗完整接种的旅客 是有大概越来越增加的一个情形 不过因为这个Delta的感染力很强 那我们还是会这个三不五十 就遇到有Delta突破性感染的一个状况 所以还是提醒所有的民众 特别是出国的民众 如果接种完整的两剂的疫苗的话 出国还是尽可能的 维持好戴口罩 勤洗手这些良好的习惯 以免说有感染到这个病毒 不过当然打了两剂的疫苗之后 如果染疫一般来讲也都是会很有效的降低 重症住院跟死亡的这些风险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都要去接种疫苗 来取得完整的保护力 以上 好 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在疫苗的接种 的人口涵盖率是58.27 季次的人口比是74.8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先到这边 看各位媒体有什么需要询问的部分 副指挥官好 两题请教 第一题是原本说高铁自由座要开放 不开放战票 现在又传出指挥中心决策 自由座不开放了 请问是否属实考量的原因 是什么 要等什么时候才会开放自由座 另外一题是台中市北屯区有国小 让20名小朋友脱口罩上瑜伽课20分钟 而且距离也没有拉开 想请教这样 有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如果有会如何的开罚 那民众也质疑说就算学校老师都打过疫苗 孩子们这样还是有防疫的风险 好 那个高铁自由座的部分我请罗户说明 那北屯国小的部分 再请这个庄户说明一下 好 确实昨天我们有进行这个跨部会的协调 我们也邀请了交锋部跟高铁一起来 讨论 面对面的讨论 那就这个先前讲的自由座开放 但是不受战票这个部分 高铁公司也确实做了一些盘点跟 呃 陈述了就是说执行面的一些困难 包括就是说呃旅客如果在那个列车上已经站着了 事实上要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移到这个座位的话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那必须有时候必须开放到这个玄关来站立 那但是对于人找的疏导来讲 不一定能够很有效的管理 那另外就是说有这个自由座需求的民众 他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去搭车 所以可能也会导致这个约台上面旅客的拥挤 这样反而对于防疫会形成另一种压力 那另外是说因为这个大家知道高铁有一个预约的系统 是可以开放大概28天内的这个预约售票 那如果我们要这个修改这个自由座的政策的话 事实上他未来28天的这个12节车厢的这个预售票 也都已经卖出去了 所以如果要修改也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去做一些准备跟调整 所以我们目前是针对这个部分考量 就是说疫情建区稳定 那这个疫苗接种率也慢慢在提高 我们请高铁在重新规划 就是说比较适合的这个自由座开放的防疫管理措施 然后再来提高到指挥中心 之后再来讨论 那目前就这个开放自由座 但是禁止站立这个部分就先不讨论 有关台中北屯国小 就是说有学生这个脱口罩上瑜伽课的部分 那这部分会请文局跟教育局去了解 就是针对这个部分 还是请这个学校来遵守 目前教育部所颁的一个指引 那这个等待了解之后 再来看如何处置 放言这边一个问题提问是 桃园这边有出现一名高中生 吃打BNT之后 12天内发生不适 并且诊断为心肌炎 目前是说 卫生举是表示住院挂叶克莫观察 那指挥中心这边是否有 掌握相关的状况呢 谢谢 目前我们知道 他是在9月24号 在校园接种 那有三天的肌肉疼痛的症状持续 那之后就没有其他的不适症状 一直到10月5号才开始有晚间发烧 6号开始有呼吸传的 一个轻薄过速的情形 所以目前知道他目前在医院里面 做的交病房里面 有这个叶克莫的救治 那情况还良好 我们会再持续的一个 多关注 长官好台师提问 想问一下说 因为我们之前定调说 青少年打两剂的BNT政策是不变的 不过有医师认为说 第二剂要不要打 其实还可以观察其他国家的数据 现在香港是只有打一剂 那想问一下说 我们预计几周之后会帮学生打第二剂 那是不是会再调查一次施打意愿 然后另外一题想问的是 除了香港南韩也传出年轻人 在打完BNT猝死 那我们是不是有搜集 其他国家青少年打BNT的相关研究资料 谢谢 有关这个小就12到17岁的儿童就是吃打BNT的第二剂 目前我们的确是会在先观察 至于何时要再接种 目前还没有定论 那会先让成人的部分 如果满四周以后 那是我们疫苗到货的量 来做这个第二剂的一个接种 那至于这个儿童的部分 那当然第二剂的接种 还是会 有这个所谓的同意书的部分 那至于这个国外的这个BNT的一个儿童猝死的部分 当然有这个会由我们的ADR中心来做这个监测 那目前是没有看到有异常的一个现象 长官好 八大电视提问 这边想请教就刚刚的问题继续请问 就是降级的标准呢 我们是会看一剂的覆盖率 还是二剂的覆盖率 那十月底降一剂 可能性到底高不高 十月底的第一剂覆盖率 我们有计划 现在这么多疫苗到了 可以达到七成吗 谢谢 十月底打完七成的 这个是一个目标 那依照目前的到货的状况 只要都可以很顺利 依照这个原定的时程 那我们一定会往这个目标来达成 那是不是降级到一级 那当然会考虑到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 那也同时会去 注意一下整个国内疫情的发展 那同时也会去考虑 我们周边国家的疫情的状况 等等因素都会综合去做考量 过去我们对于打BNT出现心肌炎 比较常见的五大症状 包括像是胸痛 胸压迫感心肌 晕厥 那想请教一下 刚刚那个桃园的女学生 她据说是只有喉咙痛 还有发烧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现在十二到十七岁的学生 目前已经有多少人接种 大概占了几成 那目前我们知道BNT打第二剂副作用 机率会更增加 那如果这些人他们不想要打第二剂的话 我们会怎么呼吁 谢谢 他事实上是有心薄过树发烧的这个现象 那所以是诊断 还有呼吸船 所以大概都有这些类似的症状 所以诊断是有疑似的心肌炎 那 未来到底 未来我们 就说 目前我们的ACIP并没有说不打第二剂 所以 这个假设的问题目前就没有 再说明 以上 副作者好 想请教一下 今天有公布 第十一期增加的 BNT第一剂以及AZ疫苗第二剂 大概预计符合的人数有多少 第二题想请教一下所有疫苗不良事件 以及死亡通报 谢谢 昨天有新增了83件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 那另外有其中有42件是非严重的不良事件 那没有死亡的事件 有41件的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那至于增加多少的部分 有关这个 就是47岁以上 这个加开46到45岁的部分 这大概是15万 那另外 所以整个BNT的部分是119.1万 那另外AZ的部分大概103万左右 以上 长官您好 就是大纪元时报提问 想问一下昨天接种疫苗后严重不良反应 致死人数超越了疫苗 染疫的死亡人数 那民众党呼吁放宽 给付的 赔偿给付的审议标准 指挥工程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划 然后请教一下 目前民众申请预防接种受害 救济给付的情形为何 谢谢 目前就是如果有 研判是相关的话 那最高是到600万 那有关在VICP的一个 开会 VICP目前针对 COVID-19的这个 这个不良不良事件的一个审查 的部分 那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到9月9月有开过一次 有审过9个案件 以上 你好 想请教 因为很多人在等莫德纳 第二季 所以有民众想趁机发灾难财 在脸书上打着某诊所名号 然后可以帮网友打到莫德纳 但1季要6000元 还有人爆料有的诊所开价2季莫德纳 残疾要3万2 请问指挥中心目前有掌握到这些违法的事实吗 要如何杜绝这些想趁火打劫的人 来贩卖这些疫苗 第一个 现在 了解的这个案件 其实是这个去登记 要施打这个 剩余量的部分 那他用他用他个人的这个名义 来他去排到 然后要去做一些转让 那这个详细的状况 所以这个跟医疗院所无关 这个要先说明清楚 那这种个人 这已经是有一点违法的行为 那这个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那我们也要呼吁民众 其实 疫苗依照现有的状况 只要你在医院的这个登记完成 那按照顺序 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 各个 进来到台湾的各各项的这个疫苗 我们都已经 可以顺利安排 接种 所以大家只要依照这样的一个 医院登记 预约 来做完成 并不需要去特别 去注意这个网路上有这种 非法的这个行为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一并来做呼吁 副座好 单例提问 其实想问这个莫德纳兜售的问题 那像民众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 我们可以依照什么样的法条来 对他开罚 那可以开罚到多少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像台北市 现在包括万华 还有 有媒体人说这个大纸的诊所 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之前科市长一直说中央就是配发 疫苗都不够给地方施打 那现在台北都出现这样子状况 是不是这个科市长在管理的上面 然后是不是有一些舒适的部分 谢谢 指挥中心在配发到各县市的疫苗 都是依照这个 每一期 每一次 按照目标族群去做过计算 那我们也一定是达到这个目标族群 要施打的量 来配发给地方 陆续在网路上有这种 违法的个人行为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去查处 究竟他是不是在法律上会用 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违反的相关规定 我们会请司法警察单位 去做谨慎的处理 那也会请我们指挥中心的法制单位 来做研议 那也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 给这个司法警察单位来做整班 不好意思 那个想请问一下 因为那个新闻稿还没有出来 所以想请问一下那个死亡案例 他是在 慢性 他有相关的慢性病史 然后是不是他的通报时间 不是最近是在 死亡时间不是在最近 在9月底 这样是不是有点晚一点 然后第二个 刚刚庄副有提到 就是说 DNT的第二剂是第四周 那原本是好像是第六周 所以是有在缩减量足够的 样子吗 那学生的第二剂也会在第四周 安排吗 原本是讲第六周 我刚刚讲的是其实就是BNT 就是四周以后来做一个第二剂的 安排啦 那我没有说就是四周啦 那小 就是儿童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要 在观察 那也不是四周 那会比成人先打之后再观察一阵 好 这一例的死亡个案后是四十多岁的女性 本身是有这个恶性的血液肿瘤方面的一个疾病 那其实他住院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血液肿瘤的治疗 但是在治疗的期间后因为有检验出这个新冠的病毒 那他也有一个免疫低下的一个状况 所以同时是处理两部分的一个问题 那事实上一直到他9月28号过世 一直都还是住院在处理这两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的这个不幸过世的原因就是因为 有这个血液肿瘤相关的一些病发症 那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死亡日期9月28是 也算是最近的事情 就我们这个通报来讲的话 并没有太 显示有延迟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归类在我们新冠相关的一个死亡